大家好 歡迎來到逆之奇幻Canto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 今集會簡單講一下Monster Stories 2的武器 其實大部份武器和戰鬥都很容易明白 不過有些武器機制沒有提及到 所以這一集就會講一些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攻略和資訊之外 還有強迫正發作的白金獎盃收集 以及解答觀眾問題的遊戲實驗收環節 記得訂閱和按下鈴鐺 一有新影片 立即通知你 武器的攻擊類型分為三類 分別是斬 打 持 而武器種類有六種 每種攻擊類型都有兩種武器 單手劍和大劍是斬 鎚和狩獵的是打 弓和衝槍是持 我們可以同一時間裝備三件武器 戰鬥的時候可以在技能或按X鍵 跟換武器 不同的攻擊類型可以克制不同的魔物 那就要留意魔物的資訊 又說哪一類是最好或哪一類是最沒效果 最好每種攻擊類型都帶一件 可以應對到所有的情況 戰鬥的時候會累積基本值 當你用武器技能 會看到有些武器技能需要消耗比較高的基本值 不過比較重要的都是你用的是什麼武器 有些武器技能還需要額外的使用要求 現在就來看看每一種武器 單手劍是斬擊類武器 最容易使用 因為沒有特別的東西需要留意 一般都是普攻 直到累積足夠的基本值 再用對應的技能攻擊魔物 另外單手劍也有防禦技能 不過會消耗基本值 所以還是留一些基本值來攻擊吧 大劍的某些技能除了會消耗基本值 還要同時消耗速力值 所以我們要先用了可以拿到速力值的技能 然後下一個回合才用會消耗速力值的技能 例如速力衝擊可以拿到一格速力值 下一個回合我們就可以用消耗一格速力值的速力斬 另外要留意如果有兩格速力值的話 我們就只可以用消耗兩格速力值的技能 不可以用兩次消耗一格速力值的技能 接著就到打擊類的武器 鎚和大劍是類似的 都有速力值 不過就有三格 正面對決 雙重攻擊 都可以累積速力值 在技能表中 你會看到技能有對速力值的要求 同樣如果你是有三格速力值 就不可以用消耗兩格速力值的技能 鎚對破壞部位的效果都不錯 不過還是要留意魔物物下什麼種類的攻擊 狩獵笛也是蠻容易用的武器 因為它沒有速力值之類的東西 狩獵笛也是幫隊友上box 做支援的東西 最後一類是刺激類武器 弓就有分為連射、擴散和貫通 不同的弓有不同的效果 可以自己去裝備看看有什麼技能 連射有弓輸出 擴散可以攻擊所有的魔物 貫通攻擊魔物的部位都不錯 弓可以用一回合速力 下一個回合就可以用更強的技能 不過在下一個回合攻擊完之後 都會施展降射 所以不怕會浪費了 不過異常狀態的攻擊就不需要速力 但是用了速力就會增加異常狀態發動的機會和效果 最後就是衝槍 要留意它的子彈數 每一個回合完結的時候都會增加一顆子彈 正面對決和回心攻擊都會增加子彈 可以用到什麼技能就要取決於子彈的數量 當基本值存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龍擊炮 會消耗基本值 但是不會消耗子彈 不過我跟大劍大取不同的是 就算衝槍有8顆子彈 我們仍然可以用一些消耗2顆子彈的技能 那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功率或問題想知道的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掰掰 by bwd6 by bwd6